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哲哲日常 我們今天日常頻道要介紹什麼呢 沒錯 我們就要介紹新的小幫手 因為大家都會留言說 我們是不是有新的小幫手 然後有誰有誰有誰 沒關係 我們現在不用啦 才藝廁就直接介紹起來 你們誰先入職的 佳洋 佳洋嗎 你先的嗎 你先的喔 好 那我們就先從 先入職的先好了 來佳洋 你是在這邊負責什麼 我是當 企劃 你可不可以肯定一點 你真的知道你自己職位嗎 你會怎麼樣猶豫 你來思考一下 你思考點在哪裡 我覺得大家應該蠻有興趣的是 我們先從學校好了 你就讀什麼學校 什麼科系 三重三宮 質量 大 欸大學嗎 大學嗎 我要從頭 你要從國小開始 你根本就直接大學 最後一個 你畢業於 我們畢業於 大學的 大眾傳播 我們常講的那個傳播系 大船大船 就是我想要問一下 我們最資深的薰言 什麼突然 就是關於留言有人說 就是 嘉陽成為了工作室 目前最帥 期待了你原來最帥薰爹的位置 你有什麼感想 等一下 確定不是我嗎 今天不是我嗎 那 你死灰了嗎 對 不好意思各位觀眾 不用想了 因為其實之前 就是我們在之前介紹 每一個人都有問你有沒有死灰 所以你們等一下自己好好想一想 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要講清楚喔 那你是我們星座的 獅子 而且文豪也沒有介紹過耶 對那文豪進來 身高 身高 17 4 體重 66 太細了 太細了 越來越細一點 越來越細一點嗎 好那我們就差不多到這樣了 還是大家有什麼問題就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就下次就是他的 我們之後會有小幫手日誌喔 大家記得加入我們頻道會員 那我們先文豪先 因為你從來沒自我介紹過 為什麼呢 是因為其實文豪已經進來一陣子了 那他 其實他進來的時間剛好很尷尬 他進來的隔一天 就是三季警戒 對 就遠端了 就直接 就是工作室直接遠端 所以呢 文豪應該是第一次自我介紹嘛 對嘛 對對對 好那文豪你畢業於哪裡 你為什麼大家畢業到再想一想 台中 草陽科技大學 的什麼科技 我真的忘記的科技叫文豪 我怎麼知道你讀什麼系 我怎麼知道你讀什麼系 我天啊 傳播藝術系 傳播藝術系 那傳播藝術系也是大傳 是類似 類似 那你 今年幾歲 有沒有很挑痛 26 26 你死亏了嗎 沒有 我在想說 可以什麼意思 喔 對 先馬來嚇人喔 那你什麼時候做 你�� 隨便 運哥你看吧 我们老闆也是隨便舟 你現在能夠理解了嗎 我有點理解 有點難對話 好那我們要下一個囉 下一個個換誰先讀書 米灣 那你已經知道你讀書了嗎 我熟 已經三個人了喔 你不要再給我思考喔 オォォ중에 我是科技大学 演艺事业系 你看 就是那么清楚 你读什么学校 读什么科技 不是那么清楚的吗 好 那你几岁是秘密吗 23 23 你什么星座 我松子 每个都变三年了吗 我才没有变三 我刚刚 原来是二六 你死毁了吗 对 好 钱了 各位 这边怎么一群都是死毁了 怎么会这样 那边是什么职位 企划 哦对 那五毛有什么职位 剪接师 剪接师 然后企划 那为什么你刚刚对你自己滋味 有点隐私 因为我是第一个 我目前是环保股脏 对对对对 忘记讲 那千千 你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没有 我这题会太突然吗 有点 哈哈哈 身高呢 161 体重 不高 素领 哈哈哈 我问问你身高多少 168 170左右吧 有点觉得 我有点不想问你 168 感情 我不想问你了 你一直在犹豫 连你的身高犹豫了 我天哪 不行 好 那嘉惠 对 你是什么职位 我在执行助理 我觉得大家对执行助理应该比较陌生 你觉得你平常都做些什么 我平常会协助期划 包餐包海 也会帮哥哥伟伟就是 处理一些事情 处理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 这样就 回事吗 安排上课 嗯 衣服拍照跟一些公安品的拍照 那你毕业于哪里 我毕业跟这样一样 五人大学大中传播 我也是多媒体的 所以你们是上下届的对不对 对 而且你们差一届 你们差一届 但是你们彼此互相不认识 对啊 所以我们现在会变复杂帮对不对 以前是四星帮 现在复杂帮 因为大家哪里是复杂的 哦 天啊 我要把它盖掉 那什么 因为爸爸说很吵 那我觉得大家比较有兴趣的是 嘉惠的上一份工作是什么 嗯 为什么你突然 对啊 他上一份工作是bartender哦 哇 那这样子我们只有晚上在工作室里面的话 没有工作不会这样 那你是不会的吗 有啊 他那时候还放我闪哦 就那一次我们去花莲拍摄回来 我还很贴心的说 嘉惠很晚了 你可以坐前面再回去 他接着跟我说 没关系我男朋友来接我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还跟他 蛤 我男朋友来接我 还这样讲两次 身高 我跟他一样 那我168 你跟他一样什么 你这样跟一个男生讲 跟他一样什么 我跟他一样什么 我跟他一样 你怎么新作 素 体重没关系 体重没关系 诶 刺青素 刺青素 刺青的吗 7到9个 好玩 而且你是不是每个刺青 都有它的含义 跟它的意义 有一些 有一些只是喜欢那个土 所以你喜欢那个叉叉 啊 不喜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上次好像跟我讲说 他的叉叉是因为纪念 出一个朋友 不是这个才是天使是不是 哦哦哦那叉叉是 叉叉是 刺青是他开那个刺青集 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刺那些什么 然后你就这样给他刺个叉叉 对 蛤 所以大家在刺青也要先散吃 不要刺青拿过来说 我要刺什么你就给他吃 好 那接下来换 Aaron 你是在我们这边担任什么 呃 制片工工程 哦哦那你平常都协助写什么 就是协助 嘉阳跟浅浅去做 拍片的视线跟刺 那他们两个谁比较凶 哈哈哈哈 我觉得都很好想说 哈哈哈 有没有很突然的问题 求生意很傻 你现在毕业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那你 就读哪里 我就读台师大 人类发展与家庭学系 是以前的家政系 哦 对他是概名的 那之后他这个科系毕业 通常会重置什么 高中以下的话 就是当家政老师 那如果是外面的话 例如说可能叫做婚姻教育 做高龄的教育之类 就是婚姻教育 所以如果是男女朋友之间的问题 你也可以解决吗 可以 我说你是有预防 哇 大家快点 如果跟男女朋友 这边都一堆死位的嘛 如果有吵架记得找Aaron 我会好像帮你辅导一下 那你死毁了吗 本人单身21年 母胎 对 你刚刚那么大的时候 你叫这样 你有点尊重好不好 那你多高多重 165而已 体重呢 体重 54还55吧 你什么星座 我母羊座 你觉得在这个环境 你觉得是你喜欢的工作法机吗 是 好像也不能讲不是哦 好吧就这样子哦 好啦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 我觉得也可以再问以前的小防守 就是大家可以加深印象 可以重新再认识一下 因为毕竟要过了那么久了嘛 就过了两三年 那如果什么想问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还想要看我们 哲哲日常 哲哲工作室 都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还是有什么好奇的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次哲哲场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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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